生蚝就快要过季了 现在在我们家大的小的一个家 喜欢的好朋友赶紧点个图像进来看看吧 如果吃过这么大生蚝的就没有必要了 如果没吃过的一定要给咱们家里人尝出这种 一口吞不下这种好爽的又甘甜 主要是在我们原产地 这么大的跟小的都是一个家的 不是这么肥 哪怕一直也给大家 没有吃个这么大的图像 快尝尝吧 过一遍 大家看到这么肥的生蚝 第一感觉就是永远买不到一样的 原因就是伤得多了 在我家不但大的跟小的一个家 有一只不是这么肥 我们的猴子 这就是我们猴子的态度 我们做的是大家的回购 喜欢的朋友 在咱们家里 接着尝吧 给你包包到家 就这么大的生蚝 平时我们也熟了 但现在我们山东生蚝 大跟小的一个家 你看每一只就是像豆腐要黄 像果豆要嫩 它非常带劲的热和锅的 我没吃过的朋友 带给咱们家的孩子尝着吧 真是很带劲 这么大的生蚝 平时我们也舍不得吃 这么大就上市了 天里每天都要捞几万斤 卖得出去就动了 所以现在这么大的 精挑细选 跟小的一个家 不混乱 不是这么肥 你放心 你退回来 你没法要 拍照联系客服 哪怕一只也负责 没吃过的朋友 快给咱们家里拍个 尝尝大 拍这的 这有朋友跟我说呀 说你别演的呀 你对我们展示的生蚝 这么肥 反正收到货以后就不一样 我跟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家里呢 是我们村里 找个婆娘给大家发货 一个一个给她 经货吸血 就平时买一次这么大的 婆娘需要这个 十五二十块钱一只 但是在我们当地呢 成本都是一样的 而且呢 给大家做的保重性 因为你一直看着 这么败的双蚝 你才买的嘛 就收到货 就一口心 其实不是这么肥的 你只要拍个照 拍了那么好 我们家里都是 真的我们没有大家 想象中的下属 喜欢的婆娘 耗是给咱们家里 真的是 真的是 就这么大大 一口吞不下 非常带劲 那么长时间生蚝 还有的朋友问我 肚子棉绿色和默绿色的 是不是生蚝一个排气物 我们来讲解一下 生蚝肚子棉绿色和默绿色的 是它吃清的一个藻类 看一下 很有营养 这个比较有嚼劲的 是生蚝一个贝注钉 这个一层一层的 是生蚝一个肺液 过滤海里和绿石为生物的 生蚝除了咳 整个大家都可以吃的 非常的有营养 哇 这也太肥太肥了 配点酸的小蘸料 要老板 你家生蚝啊 这太肥了吧 这么肥生蚝呀 怎么卖的呀 这么肥的生蚝给你8斤 亏我是你的粉丝 真的假的哥 真的呢 那这样肥的生蚝十斤啊 就这肥度 这么肥的海里和细皮圆吃啊 海里和都是给你们鲜活发火的啊 看一下 好 非常食肥的 太肥的 很嫩 好 很美味 屎嫩 屎嫩 好酷喔 摸眼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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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眼爐的黄是很香的一种 这个萝卜偏有嚼劲一些 盖板不能吃 摸眼爐已经给你们挂车的福利 就这样摸眼爐 全部都是拓好沙给你们发货的 一斤撑8-10只左右 就这个位置 喜欢吃大海螺的朋友给个商机 咱们给你们海螺都是鲜活给你们发货的 看一下 看一下海螺还有肥 看一下这个大黄 这个海螺的黄不是奥利给 很香很香那种 我们配点这个粘料 一口黄下去啊 这是它的肺液 苦蛋 这个大肉的苦蛋有点苦 把它摘掉就可以了 看 取一下 剩下的都是金黄啊 看一下这个大肉